我俩最近的矛盾越来越大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嘴上说着什么都听我的 但是现在好像处处都在和我作对 总是和我吵架 每当我们吵架 一头认错的永远是我 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一方 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分众 他平常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 一点也不知道存钱 现在花钱还是大手大脚 其实我每天都在省吃俭用的攒钱 但是他却把钱全花在追星上 难道他就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蒋20岁来自浙江学生 女嘉宾小李20岁来自吉林学生 欢迎两位啊 今天是男生要求来的 对吧 不是 我真受不了了 说实话我真受不了 太左 太能左了 我们两个也是学生嘛 我们两个就是攒钱啊什么的 一起出去玩 有一回我们去云南玩 他就看中一个手镯 我说这是那个旅游区嘛 可能卖得贵点 我们在别的地方看看 不行 当时就不行 非得买 那我喜欢 那就买了 对 你喜欢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 是你喜欢 然后呢我就买了吧 既然这么喜欢那就买了 买了以后他喜欢那个手镯是什么呢 跟我说 他喜欢里面带点紫色 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就买 买完以后呢 他到阳光底下一照 那紫色没了 回到住的地方 不想要了 非得退 那晚上都九点十点了 什么叫晚上九点十点啊 我们第二天的飞机 你那一次就是飞机都不坐了 第二天早上陪我去不退啊 行 我不听你了吗 我那晚上找到老板电话 给他打电话协商 行 人家开车过来 送钱退货 哪有那样的 这挺好的 人家倒是挺有诚信 这是解决了吧 解决了 这是谁都觉得已经完事了吧 对不对 没有 到学校了 非得再买一个手镯 非得买 那何必呢 你原来喜欢的不挺好的吗 你那个都能给我买 为什么退回来之后 再不能再给我买一个呀 那你退那个是何必呢 那不都一样吗 因为我觉得我想买 更合适我的呀 这不合适我 我当然就不要了 你看你这不就坐吗 我 我问一句话 谁的钱 就是 咱俩是存了点钱 但是还是 对呀 你自己为什么说这事不好意思啊 行 接着往下说 这事就过下来 换件事 就刚出那会儿吧 就因为一点小事 跟我生气 发微信不回 打电话不接 我去你寝室楼下找你 你也不愿意见我 主持人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见你啊 我想请你跟我道歉啊 说你错了 那你说你一个态度没有 我想看的是你态度 不是 我们刚出 我都不知道我哪儿做错了 我怎么给你道歉呢 可是我想要的是 你说一句错了 而不是说 我到底哪儿错了 我哪儿错了 追着我问 你自己没有点想法吗 我说我错了 你又问我错哪儿了 那我怎么回答 你不告诉你原因 你又不接受 那我现在告诉你行吧 他打篮球 打完那个手上 黑漆漆的 然后摸我脸 我有一点洁癖 我就没让 然后我们俩去吃饭嘛 手指甲里面都是泥 然后就挖出来给我看 然后还跟我开玩笑 我点的饺子 他点的大米饭 就我就看那个饺子 我越太越恶心 越太越恶心 然后我就快了 我就摔了 我就不吃了 你说主持人 他生气了 那我说总得解决吧 对不对 我一个男生啥的 去找他他也不理我 然后我就找个同班同学吧 大家都是女生 也没有单独 听你的吗 什么叫大家都是女生啊 那咋的 我跟他们长得也一样吧 你别无理取闹吧 我没无理取闹 行 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就把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吧 给他们说了一嘴 也不是说单独私密两个人 对不对 那确实不太好 我就是大家都一起的时候 我就提了那么一嘴 我说你们帮我想想 是我哪儿做得不对了 还是我哪儿就是惹他生气了 起码让我知道个原因 对不对 我连不知道 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让我 他们也不知道原因 对人家也没分析出来 那我就想 这人要有你个态度 你连态度都不给我 那我给你态度了 你又问我原因 我怎么办呢 你让我怎么办 这死循环了吧 那就解决不了了吧 吵完了 给你个建议 把手放下来 真的 要不然你一会儿看回放 可难看了 特别像一个 我没有说那个 没有说那个 女同志不好的意思啊 就是这么年轻一姑娘啊 就是啊 就是你把那手放下来 听明白了 就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 当中发生了很多 小的冲突是吧 对对对 今天来就是男生觉得女生 你的词叫作对吧 太作了 你希望他不要那么作对吧 你说一次两次爱行 那哪我就次次都这样的 谁受得了啊 行 你们这事 我相信已经吵了很多回了 反正也是个死循环 现在大几了 大三 未来有规划吗 有 因为我家是北方的 然后他家是南方的 我爸爸不太想让我往 就是南方那边嫁 然后他的妈妈吧 也觉得不太现实 然后我俩就和这一起 存个钱 然后就是毕业了 想去哪个城市 还有点钱 就是你们俩准备私奔了 是吧 不算 就是一起去创意 就是创就是去试试 咋说到这儿的时候 这情绪不对了呢 是刚才委屈你了吗 还是怎么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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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怎么了 还是说到说 他妈和你爸都反对 他们很智慧地 要把你们拆散这件事 你觉得受不了是吧 一想就受不了 是这个意思吗 就觉得挺难的 对 你们俩攒钱怎么了呢 刚开始说好了 每个人每个月五百 一个月就是一千块钱 对不对 攒之前 再加上兼职 不算多吧 刚开始呢 一两个月还能坚持 后面就 干脆就不存了 就说他要花啊 他要花 那我说 那我就省点 我就 那我就每个月存一千得了 你自己钱够用就行 然后呢 他把我们一起攒下来这些钱 他自己买衣服 买化妆品 从来不心疼 我就因为花个两三百块钱 他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 你一个月生活会 家里给你多少 两三千块钱 然后我自己可能说 去兼职啊 出去挣点 自己省点 二分之一和 或三分之一的钱 你是要攒下来的 是吧 对 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你知道吗 那你花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说 那为什么我花个两三百块钱 你就跟我生气呢 你至于吗 可是我买的是护肤品啊 你还等我三十岁的时候 看着你问你 我美吗 那你买 是不是我也什么都没说 那我花那钱 我也不是去玩的 我是正经需要用的 就是他那个篮球 也没有说是特别特别坏 就可能说是磨了 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能用啊 姑娘好像前提 我听到的是这样的 是你不再攒了 对吧 是小伙子自己在攒 是不是这意思呀 我听得对吧 他没编造事实吧 是 一开始是我跟他一起存 但后来 对啊 就是我买的 你买那些东西 我也没说过你 但能不能 就是我自己 我确实需要花的时候 那有个篮球 那我就喜欢怎么了 我就想买一个篮球 也没多贵吧 对不对 别得理不饶人了 这已经不说了 就说明你有理了 小片里最后说什么 攒的钱是追星 是干了什么事了 追星 他特别喜欢追星 本来在一起吧 看那跨年演唱会 挺好的 对不对 开开心心的 就因为他喜欢明星上来了 他上来第一个音就跑了 我一听 我说 这是不是跑掉了 那那一起看跨年演员会 人家听首歌 你还你还非得说 他第一个音跑了 怎么怎么 那我跨不跨年了 就就替你歌评判大家得了呗 你去呗 我 就我就说一嘴 我也没说他不好 对不对 我就说这第一个音 是不是有点不太准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吧 那你又跟我生气 那你为啥说人家唱的不准啊 这有啥必要吗 这事实摆心的人啊 那行 那这事是我错了 我后来给没给你道歉 后来说想去旅游 去旅游啊 家里给钱是吧 就是我俩当时还有 有点积极 那个积极不是说 用来未来私奔的吗 对 但是就是先划车呗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慢慢 慢慢私不私奔再说了 对 就想去 我说也行 我们也不经常出去玩 你说难得想去一次 那就去吧 我说你做攻略出来 我们再看着攻略 商量商量 行 隔天攻略给我一看 是今天明星去哪儿 他就去哪儿 明天明星去哪儿 他就去哪儿 你这哪儿是去旅游啊 可是我坐了一天一夜了 你咋不说我做攻略那么累呢 而且明星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吗 明星玩的地方我们不能玩吗 不是 那你看到明星 你还能走得动道吗 我又不一定真能看到他 我又不一定真能看到他 我又能看到他好了呢 那你去那有什么意义 你说你去特色一点地方不好吗 不特色吗 他们去的地方不特色吗 唯一特色就是全都是他们代言的东西 那你喜欢去 你找你的姐妹一起去吧 我去还多一个人多一个花销 对不对 可是你是我男朋友啊 我不想找我就是好朋友去 我想跟你一块儿去 那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去那些地方 我又不想去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就 去没去啊 就不去了 就又跟我生气了 那你今儿来是为了解决什么 就觉得他能不能别每次都这样 再这样的话 真的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你累我也累 你真的有为我们未来考虑过吗 可是 我只是想要你一个态度啊 你每次都这么说 想要态度想要态度 那态度给你了 你又能给我什么呢 那每次呢 我跟你谈恋爱 我还挺难受的 我一天天我还挺难过的 那我有至于吗 我自己一个人不好吗 你能不能把这毛病改改 那我是个女生 我想让你让着我一点 不行啊 是 我让着你没问题 你说几次行 那你不能每次都这样 对不对 你讲点道理 女生说话呀 刚才不是一纸气室吗 盛气凌人吗 听见没有 要分手了 再这样要分手 接不接受 不接受 不接受啊 不接受能对人好点吗 能吗 傻了吧 外强中竿啊 谈了几年了 两年多了吧 也受不了这个小姐脾气了 是吧 今天来到底是希望 让她改变呢 老师说说改变 还是其实 你就奔着分手来的呢 最好有改变 太能 有改变就太好了 觉得人能改变吗 我觉得挺难的 那改不了咋办呢 改不了 那我就 就真的就想 就分开了 对 所以今天男生 其实是来分手的 女生还完全没意识呢吧 来吧 让老师给你支支招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一个胡搅蛮缠 一个磨磨叨叨 两个人在这儿 哎呀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吵些什么 你们完全是在吵情绪 就当一个人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会反问 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难道是什么样吗 I 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in'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in'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now,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m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I wanna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I wanna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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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be scared Stumble up, don't be scared I'm so gone, know I'm never turnin' back I won't stop, I'ma fight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It's so one, you're gonna be hurting bad Cause I've been to hell and back, you don't wanna make me mad I stay strong, you will never see me crack And if you get in my way, you're gonna feel the wrath Gotta say it to my face, when he's looking back We were breaks after math, when I hate, I attack I wanna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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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红兄 男生 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也是这么争吵的吗 不会 一般我都不吵 今天是 你彻底地爆发出来了 算吧 他的桌 让你已经冷无可冷 你的杀手锏 那就是分手 那么我认为女性的桌 有一些男性是受得了的 也是有的 如果在恋情过程当中 由于你这样的行为 他已经无法容忍 而且他认为你就是要改 你认为自己 如果这样的一种修正和改正 没有很大的可能性的话 那就不要拖时间 给人家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 我改不了 然后你做选择 该分 今天分得干净一点 好吧 好 谢谢伯红兄 来 严老师 父母不同意 真的不是说 仅仅因为你们两个是异地 就女生刚才你那 插着腰 那个叼门的样 你说她的父母会喜欢你吗 男生还攒私房钱 准备将来私奔呢 到时候你妈就得 哭着找你去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那么空虚 那么无聊 那么没营养 咱真的找点有营养的事 别光用那面膜营养你的皮肤 咱学点东西 营养一下我们的灵魂 都是学生啊 恋爱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学习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你们现在既没有美好的学习状态 也没有美好的恋爱关系 你们俩状态就一个字 俗 真的是俗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一生的俗气 天天想着就是追星吧 买面膜吧 什么镯子吧 我听得脑人都疼 这哪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该去想的问题呢 追星没问题我认为 但明星能成为明星 他们背后吃了多少苦 付出了多少常人付不出的努力 才能走到那个舞台上 你考虑过吗 你要真的喜欢那些明星 你去看看人家怎么成名的 也激励一下自己 做一个有志气 有理想的现代女学生吧 其实姑娘你把手放下 把眼帘垂下的时候 你还是个长相看起来挺乖巧的女生 干嘛把自己弄成一身的戾气 男生也一样 追求一点真正有营养的事情 不要再无所事事 无是生非 也许你的父母就会支持你的恋爱 就你现在这个状态 你跟谁谈恋爱 你爸妈都不放心 女生的状态 你跟谁好 你们家人都不能同意 因为你们都没有 真正的成长为一个可以担当自我 对自己负责任 也对恋爱对象负责任的成年人 一起成长吧 好吧 希望你们快快长大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我们的确应该学一些国外的一些家长 18岁以后读大学不给钱 一分钱都不能给 就让他们自己去挣钱 他们只要自己去挣钱 挣学费 挣生活费 一来他没有时间花钱月下了 第二 知道金钱可贵了 第三 在通过打工挣钱的过程当中 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我 你们俩要是正儿八经的 真的学费 生活费都靠自己 你们没有那功夫做这些闲事 你们每天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保证你们一上完课 就要到食堂去狼吞虎咽 有什么吃什么 根本没有时间去做 当你自己凭着自己的双手 挣到钞票的时候 我保证你不会这么浪费钱 你会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你也会知道时间可贵 与其坐在一起吵架吵上一两个小时 这一两个小时不知道可以发多少传单 可以洗多少个盘子 人就是这个 人就是需要得到生活的考验 历经了艰难之后 才知道活着不容易 钱挣着不容易 谈一段感情不容易 真的倡议一下 号召所有的电视机器人的家长 我认真说 不要给钱 或者不要给那么多 就让他们自己去挣 保证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行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说回你们的这个情感吧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当一个人 有了另一半之后 我们讲说亲密关系之后 你的角色变了吗 我问一下 变了吗 没有 你的角色变了吗 我的角色变了吗 我的角色变了吗 然后像内面ose 这是让 distorted看的 我听这些感情结果 这是什么 在心 自然之后 在心 绍你 之后 在心 我听到 都 是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你终于在我手上 其实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吧 可能太惯着我了 然后我就越来越变本加厉 然后变成现在的一个样子 你转身离开以后 行了 你以后就好好的吧 不管是对谁也好 我希望能把你那些缺点改正一下 不要再像之前那样 谢谢两妹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关门 感慨其实挺多的 我们需要给孩子树立规范 需要给孩子树立规矩 但是我们同时需要给孩子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培养我们孩子的能力 你看的其实挺心痛的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